日本石川县中能登丁丁长公下为姓 率队拜会基隆市政府 市长谢果良亲自欢迎接待 民政处长张渊祥跟成功国中校长张志明 及姐妹式促进会理事长陈士斌也出席陪同 尤其是中能登丁当地的中能登中学校 和基隆的成功国中 有姐妹校的交流互访多年 尤其是我们的学生 也因为这样有部分的学生 在高中毕业以后就往日本去留学 市长谢果良强调 他上任后积极进行国际交流 期盼为基隆学子引进更多的国际课程 四川县的中能登丁 过去跟我们的学校 在跟成功国中有一些姐妹校的交流 那我也特别分享了 就是说现在让基隆的孩子 基隆的学校走出去 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教育政策 我也分享了我前一阵到加州博客来分校 讨论未来将引进顶尖大学的课程 给基隆市的高中的学子来就读 那我也请问他们说 如果有好的日本的大学学府 愿意提供国际课程的话 那我想基隆的高中的学子也会有兴趣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要提供更多国际化的课程给基隆的高中学子 希望他们能够在学习历程方面 在基隆在地就读就能够有好的学习历程 不用到台北去 所以我们今天就这个议题一起交流 那很感谢大家在学术上面 在教育上面都持续有深厚的友谊往来 我们继续一起努力做更好的国际学校交流 另外日本高松市香川日华清善协会事务局长何田谢明 也率领访问团来到基隆 拜会市长谢国良 并特别带来高松市长大西秀人 及清善协会会长的亲笔性 民政处长表示 透过交流活动拉近彼此的友谊 也让基隆跟日本能够深化各方面的合作 他们在对基隆市的印象以及期待都非常多 包括刚刚我们的中能登厅能够跟我们信义区 未来更进一步做市民的交流 然后在高松本来我们的友好交流 能够在疫情之后只能持续 谢国良市长在担任市长之后 由于他的国际观以及行动力 不管在亚洲地区的日韩 或者是在他近期到美国 都希望能透过市民的联系跟交流 促进我们在学术上文化上的交流 创造我们在基隆市能够有更多的 对我们下一代年轻世代 能够走向国际然后开拓视野 这完全符合基隆市是一个国际港都的城市 让国际港都透过基隆市政府 跟海外的友好城市或者是友好学校 来做交流跟学习成长 基隆是台湾的门户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港口 透过更多的国际交流 让基隆被世界看见 也让基隆的各项水准向国际看齐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